看看新闻吧 自从和前夫张志鹏的离婚事件变成一场闹剧之后呢 孟廷伟就再度走入了观众的视线 对 这个中秋节他也是来到上海连开两场演唱会 不知道面对上海的歌迷曾经的玉女歌手会说些什么呢 当45岁的孟廷伟婚变后首次出现在上海 他收获的是东方艺术中心满场的欢呼和掌声 当穿了一件白纱裙的孟廷伟缓缓走到舞台中央 他演唱的第一首歌却是《谁的眼泪在飞》 这难免让人想到之前孟廷伟的婚变仪式 7月24号张志鹏刚刚在社交网站上向孟廷伟深情告白 纪念两人结婚十周年 不料随后孟廷伟就发布离婚声明 直接给了张志鹏一记响亮的耳光 而在这场婚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其实距离两人真正离婚的时间早就过去了整整一年半 因此选在这个档口保住离婚 被不少人指责是为了孟廷伟的巡回演唱会而炒作 更何况传门中造成婚变的第三者张敦雅 还来担任孟廷伟演唱会的主持人 当天孟廷伟依旧没有对婚变仪式公开回应 不过从上座率来看 孟廷伟的票的确卖得火爆 而观众也并不是冲着他婚变而来的 在更多人眼里 听老歌本是一件赏心悦恶的事情 即使孟廷伟有中年发福的趋势 但只要她还是那个简简单单唱歌的女子就好 听老歌本是一件赏心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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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赏心 有的新年地 情歌还是老得好 上海采访我们